我穿說你的外套 你真意很大的沙潮 喷著他準備出發 超像我的 像我就想說我女兒要學鋼琴 哇 鋼琴一台要多少錢 三個月大的女兒是新頭肉 她叫歐巴 原本是跑市區的大車司機 為了女兒有更好的教育 改跑南北長途 越入五萬變七萬 現在是晚上十點鐘 大部分人準備上床睡覺了 但是對於大車司機來講 卻是一天工作的開始 歐巴每天行程如同鐵人 晚上九點高雄發車 開車六小時後 凌晨三點到台北 在車上小咪四小時後 早上七點開工 下貨 裝貨 持續工作四小時後 南下高雄又是開車六小時 趕在晚上六點前下貨 裝貨 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氣 趕緊吃飯 洗澡睡覺 晚上九點又再發車 通常能夠睡到四個小時 算是幸福 駕駛座後方小小空間 隨手一鋪就是床 你車子一熄火 裡面真的很熱 裡面真的很熱 也沒辦法 所以打開窗戶的話 蚊子又飛進來 又盯著你前身 真的是 所以車上並沒有那麼好睡 這才幾瓶 不要管幾瓶 過睡就好了 能睡就是幸福 因為運輸倉儲業是全台 最愛加班行業第三名 以客運司機來說 超過四成 每天純開車時間十小時起跳 老婆都買那個什麼B裙 我覺得那個也沒什麼效果 官方認定的過勞 有兩大評估要件 第一 罹患腦血管心臟疾病 第二 是否工作負荷過重 例如發病前一個月 加班超過100小時等 所謂植栽過勞 發病原因是很侷限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是 心血管疾病 NGO抨擊 官方認定的過勞太狹隘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窄框框裡 近兩年過勞疾病179人當中 運輸倉儲業就有31人 比例高居所有產業第二名 職業駕駛 離死神很靠近 對像車道小叫 台灣2014年 因為疲勞駕駛 造成交通死亡共101人 高居第三名 已經成為台灣勞工另類之災 講真的運氣好的話 就是住家務病房 運氣差一點的話 就回老家了 跑車人只想多賺一點錢 明知會腰痠背痛 爆肝過勞 還是甘願拿命再賭 等政府負責 不如靠自己